女超比赛已经四轮打光 分析一下射手榜 江苏女足是希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一看 现在名利射手榜第一名的是塔比萨 塔比萨在第四轮当中的两个进球 确实是非同凡响 女超比赛第四轮 武汉车骨江大女足对阵河南建业女足 上半场第29分钟 武汉车骨江大女足在后场抢断球得手 一脚长船发动了进攻 这个塔比萨的速度太快了 他一看机会来了 他立刻启动 转眼之间就摆脱了对手两名后防队员 形成担当 此刻的塔比萨非常冷静 为了确保进球 塔比萨横向带球 晃倒了河南女足的门将 这时候塔比萨面对空门 稳稳的推射入防 这个进球确实是漂亮经典 尤其是塔比萨的冷静音变 特别是脚下技术 让人叹为观止 上半场比赛 第38分钟 武汉江大女足再次后场得球 再次长传发动反击 而塔比萨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复刻了第一类的进球 他再次利用速度的优势 摆脱了后围队员 晃过锁门员 再次攻进一球 这个进球帮助武汉车骨江大女足扩大了比分 塔比萨也凭借着这个进球 累计四场女足比赛进五球 稳居今年女超比赛射手榜的第一名 在中国的女超比赛当中 塔比萨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2017年以前 水庆霞所在的上海女足连续夺得全国冠军 2018年 塔比萨加盟江苏苏宁女足 江苏苏宁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国联赛的冠军 随后塔比萨加盟了武汉车骨江大 效果立竿见影 武汉车骨江大已经连续两年夺得全国女超联赛的冠军 可以这样说塔比萨在哪一支球队 哪一支球队就有大杀四方的实力啊 问题是女超联赛毕竟是国内的内战 我们是希望通过联赛 让优秀的球员保持竞技状态 并通过联赛不断的发泄新的苗子 让中国的女足后继有人啊 所以塔比萨能力在强 她并不是个规划球员 她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女足征战国际赛场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特别看重射手榜的并列第二名的两个球员 这两个球员 他们都来自江苏无心女足 分别是吴成书欧义尧 吴成书是中国女足国家队的队员 技术好冲进足 难得依旧保持着这么好的竞技水平 而欧义尧作为年轻小将 通过这次的女超比赛 小和菜路渐渐较压 四场女超比赛 欧义尧一人独进三球 星光闪耀 让人刮目相看 吴成书和欧义尧 一个老将 一个新人 女足精神代代向传 所以我说 对比武汉车谷将大的塔比萨 陈满庭率领的江苏无心女足 才是希望 当然塔比萨绝对也是个优秀队员 来自非洲的小国 马拉维 我是真心希望塔比萨不单单是帮助家门踢几场球 有本事就让他规划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是塔比萨 球迷朋友当中有没有口味比较重的 单身的男青年 我建议你去追求一下塔比萨 娶了他 生一对小娃娃 20年后就是我们足球的希望 你对中国足球的贡献将是非常的巨大 如果一个塔比萨还不够 我悄悄地告诉你 他还有个妹妹叫特姆娃 也在武汉车谷将大 球迷朋友有心动的吗 心动不如行动 娶了塔比萨特姆娃这姐妹俩 你看好吗